很遺憾 就是昨天我们在同一个现场 来开第三方平台记者会 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地点 我们必须来说明解约的始末 一开始是今天早上 我们接到了企业重信的通知 他们在早上九点多 大约十九点半左右 他们内部要开会 讨论是否要解约 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解约的理由 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明是 因为部分的媒体已经严重误导社会大众 所以他们为了避免检举平台的服务终止 遭到外界的误解 在今天要终止该项服务的委任 不过我必须说 我看到这个声明 我要为各位的媒体同业报屈 因为这不是部分媒体严重误导社会大众 我们看到的严重误导是张口造谣 害怕民众党革新的政客网军还有侧义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一下 我们跟企业重信整个包括合作的过程 逐一的时间表在上面 这并不是一个短时间 所谓有一些彻翼 或是有一些政党说转移焦点 或是有些说这只是一个 什么委外的东厂等等的说明 这是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准备跟合作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上这边 在6月13号其实我们就已经跟 企业重信这边取得联系 这个时间背景是因为当时 民进党已经传出了多起的信骚案 而且包含有吃案的状况 所以企业重信因为认为说 民众党是一个新兴政党 包括科学治理 还有比较心境可以来接受第三方 检举平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他们主动来跟我们联系 并且提供了第三方检举平台的制度 还有方向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个企业的热心协助 我们看到6月13的时候 就已经跟我们联系了 包括在6月28 我们还在做合约的修订 另外还有跟律师这边 讨论合约的内容 到7月3号 企业重信是正式的寄出合约 然后呢在这边 然后我们有新增一些系统的受理窗口 在7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用应完成 接着是 接下来的测试阶段 另外呢付款也完成 所以我手上这边 这份就是 企业重信跟民众党的合约书 那合约内容呢 因为机密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翻开给大家看 不过这是一本 就是我们在7月5号就已经签订的 用应完成的合约书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9月11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一 我们是跟企业重信的代表 来讨论周三准备要召开的记者会 然后到9月13 就是昨天召开了第三方检举平台的记者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在说 这个是不是我们超义了 或是说我们把这个企业重信的平台 委外 就是说我们把连政平台委外给企业重信 让他们去查黑 让他们去扫黄 说虚晃一招等等的说法 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这个是企业重信 他们提供给我们的 所谓的简报档 这个资质未动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 好 这个就是昨天早上在记者会 秀出企业重信 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 这完全是企业重信 提供给我们的简报档 当时本来是应该由他们来做说明的 所以也不是单纯的所谓的收发平台 然后被超义 包括里面也有写到了 专案管理 多元管道 专业顾问审查 资料安全数据分析 完整的沟通记录等等 不管是简报档 或是情业重信的代表 在当面跟我们说明功能的时候 都已经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希望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第三方平台 未来不管是党职人员 涉及不法 贪污暴力 信骚等等 都会定期的警示 避免发生类似之前民进党爆发 信骚却被高层吃案的状况 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这也是清楚的说明整个流程过程 虽然在昨天说明一遍 我们还是再一次的说明 举报者透过了多元的管道之后 进到了情业重信的平台 会确保举报者 他是有一个保护伞 不会被揭露身份的 然后他们这边自己写到了 训练有数的顾问团队 然后还会协助检视利益冲突 接着转送到所谓的授权窗口 也就是民众党的受理机制 所以所有的不管是受理 然后调查 然后最后做处分 都是在民众党的这一端 这也是我们昨天清楚说明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说明是 9月12号新闻曝光之后 情业重信其实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连记者会都没有办法出席 所以9月14号上午更紧急的召开会议 说要决定解约 同时呢他们解约 其实也要附带连带的责任 我们非常遗憾 这个跨国集团公司 居然也会承受到如此大的压力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张是所谓的对话记录表 也就是说在9月11号之后 我们有商讨如何去处理记者会的事宜 大家再来减速 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中间呢 包括他们也说 他们希望尽量有中立的感觉 所以仪式应该不用 我们也回答说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他们也说这个操作过程 大概解说过程要多久 然后五分钟没有问题 等等 接着就提供给我们 所谓他们的报告档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记者会当天的凌晨 你看0点25分 26分 这边我还在沟通说 会确保你们的角色是中立的 然后他是说 因为今天的新闻效益太大 事务所希望保持中立的立场 保持低调 所以我们在新闻稿中 用国际联盟的顾问专家即可 其实不管是在书面 或是他们私下管道来讲 他们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而这个压力是不是来自媒体报道 稍后我还会说明 然后呢 到了0点26分 也就是记者会当天凌晨的0点26分 他还询问到说 请问记者会会如期举行吗 那我回答是的 然后在今天 昨天早上的7点48分 他还在问请问事务 请问记者会的流程 因为事务所希望说 新闻稿跟记者会 都避免提到企业重心 试问一个跨国集团 他们的第三方平台 跟300多家企业 做过合作的这个国际平台 为什么不敢 把他们的名字给揭露出来 明明大家都知道 承受到什么压力 等一下我们来讲 到最后7点52分 我这边想说 好 没关系 如果你们这边 没有办法说明产品特点 我这边来处理 结果7点56分说 好的 我们今天就不出席记者会了 谢谢您 很抱歉造成您的困扰 所以是单方面 其实他们就决定 不出席记者会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下两章 我们要讲的是说 到底承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他说的是少部分媒体曲解 我们就要来问 看到画面上 这个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张志豪 他讲到的是说 为什么党内有评议机制 检举机制却不用 这样的外部机制 我们戏称根本就是 柯文哲主席的东厂 张志豪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他代表的是民进党 当民众党在做一个 所谓的党内自侵行动的时候 民进党造谣抹黑 不失跟进 然后造成了 情业重性的困扰 另外我们来看到 包括了张艺善 这个也就是网路上的名嘴 他也说 就是电话达路机 转接员的服务 我们再看到在下一章 还有包括这个 吴欣代说 这成立100个也没有用啦 然后也有人讲说 这个是会计事务所 时代力量讲的 查账查黑道分不清楚 请时代力量好好的去看 企业重性的业务 他们提供的顾问 企业管理的顾问 还有内控机制的预防 他们做了多少的业务 不清楚就说 这个人家是会计事务所 指挥查账 另外还有这个 王婉玉 这个时代力量党主席 讲说扫黑不需要 第三方认证的噱头等等 这些在台面上 其实我不认为是媒体 我认为就是这些 我讲的政客 侧翼 名嘴的扭曲 抹黑 自己不思跟进 然后造成 拒绝让民众党 继续引进新的机制 对情业重性造成的压力以外 我另外呢 还要再讲的是 情业重性在12号 也就是记者会的前一天 其实在新闻曝光的时候 就有透过管道 反映说 新闻报太大了 我想试问大家 如果一家国内 相当具规模的顾问集团 他们有一个 第三方举报平台的服务 如果被媒体广为报道 会不会不高兴 新闻报太大 还是有谁希望 谁不希望 新闻报太大 如果一家承办了 全球300家 企业业务的平台 现在为什么会有 承受不了的压力了 谁手上握着胡萝卜跟棒子 我们活在绿色恐怖的时代 我们现在亲身的验证 我们现在要主张的是 我们要把国家还给你 我们要把国家还给你 把国家还给你我每一个国民 我们不要再活在这种 绿色恐怖的时代 我们完全可以体谅 情业重性遭到内外夹杀的压力 很遗憾 但在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 企业居然还是难逃政治力的宰治 让这个第三方的检举平台 这样的美意跟制度化 遭到扼杀 不过我们也要说 从六月份跟他们接触 七月份签约以来 其实透过很多的交流 我们得到了非常多宝贵的经验 所以也是要感谢 情业重心在前期的协助 这个第三方平台 其实多元透明顺畅的监督管道 这是我们民众党未来还是继续努力的方向 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会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那以上说明到此 有没有记者要提问 因为有签约 所以现在他们要付的是哪一些 就是会约的责任 那是不是会有再找其他的公司来合作 这部分可以跟大家说明的是 在七月里面的确有片面终止契约 他所需要负的责任还有赔偿 不过因为这个契约属于机密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公布细节 但是这个契约的 是他通知之后的15天后才会生效 所以现在还是在契约期内 那后续的赔偿那就是 或是该负的责任 那就是依合约上面所展明来说明 那未来呢 第三方平台这个机制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 我们也很感谢齐言重信说 虽然他们不能承接这样的业务 但是他们也愿意介绍相关的资源给我们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的往这方面来 把这个制度给建立起来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没办法承接这个业务 但是他们也有说这基于道义上 就是他们会再介绍其他可能有相关乘坐这种业务的平台 来介绍给我们 那会不会担心他们就是也是一样无法承受这些外界的压力 你问到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我现在觉得 在台湾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企业重心这个国内这样首屈一指的跨国集团 它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成为我刚刚所说的 谁手上握着胡萝卜跟棒子 让这个企业它居然没有办法承受压力 真的只是少部分媒体的所谓的误解造成他们的压力吗 我想大家自己心里都有答案 媒体人黄杨明有提到说 因为不管用什么平台检举 那可是民众党的纪律评议裁决条例中 廉政公约是逮捕的 那这个未来会想办法去补足吗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黄阳明波基他提供的建议 我觉得他发挥了一个媒体人该有的角色 的确像这个廉政公约平台 廉政公约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补足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在阳明在揭露之前 透过了这一次的第三方平台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 做这个党内所有的条约 做一个重新的检视跟补强 所以在廉政公约这一个 谢谢黄杨明的提醒 而且我们已经着手在把它做补强 那我们目前呢 依据的都是纪律评议裁决条例这边来做 但是一定是有不足之处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还有其他有问题吗 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民进党是质疑说 你们内部的平和机制还有在运行 比方说中评委的部分 就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有处理什么案子 那现在他们的运作状况是如何 因为我中评委的案 中评会是处理了很多关于党员的申诉案 最近有揭露的也就是486先生 他所谓的一个不当言论 而且是不实言论 我们最近正好才做一个这样的处分 其实中评会是一直有在运作当中 只是说可能民进党不了解 或许他们可能案子都没送到中评会 可能就迟案了吧 主席是全程掌握相关的情况 那他也其实我觉得他也了解 对方有所为难 其实因为在沟通的管道当中 其实我们就一直感受到对方 其实在新闻露出之后 反而开始有压力了 所以主席是了解这个状况 也知道对方的为难之处 所以一样还是会继续的去寻找 第三方举报平台的合作 希望透过这个外部的机制 确保双轨制 第一个你当然是可以 透过我们本党的机制做申诉 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你是吹哨者 你害怕说可能有利益冲突 或是讯息被揭露的话 我们一样希望能够透过第三方的平台 能够透过这个管道 让这个举报者可以安心的来做政党的防腐计 我想请教一套的是说 因为你刚才是说他们就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过去在跟其他的企业合作上 有没有说就是有类似的状况 还是说这一次是特别大 因为大家之前会认为说 其实外界都在打民众党的扫黑扫黄 那这一次好像就是党内这边比较大动作硬起来的时候 反而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你们有自己讨论过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来说明 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民进党 还有包括很多的车业网军 一天到晚在讲说 民众党不思改计 民众党就是没有办法来 根除扫黑扫黄 当我们建立了第三方机制 你也可以默不作声 你也可以不跟进 没关系 反而是来批评民众党 你怎么可以建立一个机制来自清自己 你怎么可以变得更进步 这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那你刚才问到的是说 企业重信过去接的业务里面 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压力吗 其实你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我们近期在今年选举年 很多像跟厂商的业务 或者是包括我们有些地点的寻找 都碰到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活在绿色恐怖之中 包括了我们签订的场地 包括我们签订的场所 到最后一刻 对方还是会痛苦的 勉为其难的告诉我们说 不好意思压力真的太大了 我们活在什么样一个社会 我们活在什么样一个绿色恐怖 我一直在问这一点 其实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也不用直接讲出来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如果政党良性的竞争 这是对全民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如果为了选举 要做到这样的地步 我相信人民会用选票来做反事 各位可以感受到这里